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立法委員来决定 而不是由行政院来决定 我们今天也询问了相关的法制单位 行政院不需要两个月核定草案和公告 他送到立法院来 立法院有可以开工厅 立法院也可以有立委帮他们提案 他不需要行政院的版本 立法院就有12个委员 事实上不需要行政院的版本 或者行政院版本 请其他立委再用修正动议送到立法院来 这是立法院经常有的事情 经常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委托立法委员帮他们提修正动议送进来 这几十年来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对行政院的草案 有时候是行政院不想表态 案中请立委帮他提 那有时候是来不及 也请立委帮他提 多如牛毛 第十一条的部分 没有错 行政院这边有做了修正 可是在第四十七条 就是说今天矿业群者 他可以提存一笔价金 然后就可以强制使用土地这部分 他们只做了部分的修正 还是可以藉由取得四分之三的一个多数人的同意 他就还是可以去使用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在公有土地上 你就必须获得公有土地的管理机关的同意 可是为什么你在私人的土地上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多数捷的方式来过 我想这两者之间 是有点不平等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我们却发现说 他们在修正这个三十一条的同时 却把这个三十一条原本的内涵 偷渡到其他条文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是要严厉的谴责 我们的行政院 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在推诿谢责 然后挂羊头卖狗肉 然后让放任我们的矿物局 其实一直不愿意去推动 这样子一个实质的矿业改革 那这个状况到现在 如果他们还要持续下去的话 其实他们要面对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政权 这样子一个政府 他的执政的正当性到底在哪里 是会备受质疑的 因为我们在现在的民意 然后我们这个立法院的议院 已经这么一致 而且有共识的状况下 如果还不能真的急速去推动这个矿业 这一个制度能够赶快去被导证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政府只能说 真的就是已经完全失能了 就说要落实资讯公开 要有民众参与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 在矿业权的审查阶段 始终没有放入公民参与的机制 这部分还是没有的 我想这个矿业权的存在 是所有矿业采矿的一个前提 你在这个最前提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民众参与 你要大家在中后段才进去 那你早就已经拍板定案了 只是你要选择在哪里开发的问题吗 那这样对各个民众公平吗 对在周围的民众公平吗 亚尼的现有的矿权 截止日是11月22 11月22到今年11月22 所以如果在我们临时会 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这个矿业法的修正 就在这次临时会 或是第三次的临时会 都可以完成的话 事实上撤销亚尼的展颜 他就必须要适用新的矿业法 这对亚尼来讲 要重新审视他的矿业用地 要再次的取得泰鲁阁 当地族人的土地使用同意权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程序要重跑 那我们希望他受到 新的矿业法的规范 他们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合法是不合理的 请行政院搞清楚状况 不要试图的把 雅尼违法延展 行政处分应该要被撤销 这件事情 想要让他躲在矿业法的修正背后 那这件事情 我们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如果第二次的临时会 我们可以顺利的排入矿业法的修正 行政官员到立法院来背询的时候 过去雅尼那一个违法的 继续延伸矿权的处分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责任 我觉得整个立法院 大家都有必要 共同的继续去追究 我们也会在未来的党政协调 以及党同会议里面 正式提案 要求民进党团 在这次的临时会里面 在党法会 在之前的常委协商里面 就应该来 跟各党团协商 一定要把矿业法排进去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自主性 立法院有自己跟行政院 一样高的高度 没有必要立法院要听行政院的 或是一定要等行政院的 那我们希望 如果跨党派可以支持的话 应该就是立即可以来排审 请跨党派的这个党团的干部 大家都能够同意 然后大家一起来排审 这个新的矿业法的审查 既然有这么多跨党派的立法委员 都明确的表态承诺 支持在第二次临时会的时候 把矿业法的修正案排入 那因此 我们会建议 让这一次矿业法的修正 成为跨党派 所有立法委员 大家的共识 那就由跨党派的委员 大家共同的参与联署 我觉得这样对于在临时会当中 帮台湾的公民社会 帮台湾未来的生态环境 来修一个进步 永续的矿业法 会有非常正面积极的意义